我叫了个代价 要不陈总先用你 喂 有位顾客一直在等你 说是和你谈正事 我马上回来 我就在公司附近 陈总 您过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抱歉啊 没有预约就过来了 有点事要麻烦您 您说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他看我买了新车特别地感兴趣 但是他明天就出国 必须在这之前把所有的手续办好 所以 他在路上了 您的意思 他今天下订单 对 对 那您给我十分钟时间 我去问问能不能加急 我得跟同事确认一下 给你添麻烦了 这应该是我谢谢您 那我去一下 十分钟过来 好 谢谢您 陈总 我真的非常荣幸能服务像您这么好的客户 还叫陈总 是不是太见外了 那 陈先生 都可以 那你要不要请我这么好的客户吃饭呢 我正有这个打算 不知道您哪天有空啊 就今天吧 就咱俩 方便吗 嗯 可以 那我们走吧 稍等我一下 我去拿下班 喂 林总 今天上午工作情况怎么样 非常好 安安工作状态比之前好多了 刚刚就卖出两辆车 本月业绩也稳步上升 他现在要请顾客一起去吃饭了 那个老板看起来真的很热心 他好像很喜欢安安 我去拿下班 喂 听说你要请客户去吃饭是吗 是的 你可以去我们经常去的那家餐厅 公司和餐厅有合作 都是月姐 这是公司的事 不用你付款 嗯 好的 再见 林药 你在搞什么呀 我喝酒了 要不要送我 这么巧啊 没想到在这碰的 刚好我在附近和客户吃饭 看到陈总 你不是喝酒了吗 我交了个代价 要不陈总先用 那你随意 到家里记得说一声 你有空气的来我公司啊 很多人都特别想念你的饺子 有机会我一定去 谢谢啊 嗯 那我也先走了 等一下 你就这么走了 那我 没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一会儿回去 注意安全啊 我也喝酒了 开不了车 而且代价也没叫走 不知道在这里叫代价 要等多久 你是要让我送你吗 不行吗 待会儿 你可以开我车直接回去 好啊 可以 我给你 林总也是发烧友吧 好友伴伴 挑一辆 我们好两球试试了 陈总今天很有雅相 但是我没时间 怎么 不敢啊 光跑 有点无聊啊 那陈总的意思是 来点彩头 什么彩头 沈安安 啊 儿子 都 不敢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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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永远是他自己 在任何时候 沈安安都不会是打赌的筹码 沈安安身上有种魔力 会让人觉得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放松 舒服 不需要任何防备 这些看似很简单 其实是最难的 尤其是在经历过背盘之后 陈总见过了沈安安最耀眼的时刻 可是我可能见到他脆弱的时候更多一些 现在回想起来 觉得某些时刻 他的狼狈 想靠这个 舒服我智能而退啊 当然不是 陈总很有品位 也有自己的想法 谁能舒服您呢 来 好好对安安 可别被我带到机会 你